外面上这些美丽 由于作品来自 约10加防美的老师 亦是他多多客户 老师到10月岁創作 已经30多年 到他的经验也很丰富 有没做客户 是对老师而为度了10多年 所以丁片的作品 都相当有追准 他这回必须 输出特别邀请到苏星 他就台南四百位主题 电视57天精彩創作 每一个画家都 很用心地把这一次的 把府城表现出来 我们的特色 我们因为 我们的建成400年 是很不容易的 把这个特色 文化 把它发扬 变成说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府城有那么美 这一幅是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他那个屋顶上面的瓦片掉下来的 学校的瓦片掉下来 然后我觉得很可惜 然后就把它拿来作画 然后刚好 这个台南四朝的风景 刚好是这样子水的弧度 这样看起来好像水流的感觉 然后那个明暗 这样子做起来 这样很漂亮 刺坎罗就是在我们心目中 从小到现在 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地标 那我选择他 也庆幸自己有把它完成了 非常高兴 也感谢各位同学这么努力 跟水老师的脚步 这样认真的学习 今天才有机会 对于在这里展览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 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老师给我们一个新的素材 然后新的想法 我是用利用那个多梅材的画法 然后加上油画 利用刮刀 画出它的那个云彩 是七股 盐田那边的那个夕阳的那个表现 那利用色彩构图 整个表现让它呈现七股的美 本厅电纶中的切瘦 电纶四月底 电纶的雷露豐富 可以看到台南四百年来的建材物 自来风景也跟人们历史的水 欢迎亲百度的我们的机会 到面对市政中心一楼的大天来参观 感谢您的新鸭彩虹报道